大家好,我是阿胖 我喜欢吃面食,更喜欢做面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简单的面食 首先准备一把马齿线 我一般都是在什么季节有什么菜,就用这个季节的时令菜 水开后放进来,给它焯下水 焯至变软 捞出,放入凉水中 也可以用其他自己喜欢吃的菜 比如像西兰花菠菜等 或者是小白菜 挤干水分后 把它放到暗门上 给它尽可能的切得碎一点 如果有太长的地方,再给它切一切 之后,往里面加入600克中筋或者高筋面粉 先把菜面粉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往270毫升30度的温水里加入3克酵母 酵母水搅拌溶解后,再分次少量倒入面粉里 如果用来做早餐 可以睡觉前先把面和好 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低温冷藏发酵 等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拿来用了 面团揉光滑后 抹上水用油 这样面团发起来时不会粘到保鲜膜上 像这样盖上保鲜膜 等它发酵至体积两倍大就可以了 快发起来的时候 准备4根葱 切成葱花 切好后,先装入碗中 加入一小勺五香粉 一小勺姜粉 一小勺花椒粉 喜欢吃辣的可以加点辣椒面 不能吃的或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最后用烧好的热油烫出香味 再往里面多加一点水用盐 之后再加点芝麻酱 先搅拌均匀 这个香料闻着就非常的香 面团像这样已经发起来了 我们取出来 稍微稍微的给它揉揉面排排气 不需要太揉面排气 然后把它分成两半 再把每一小半给它整理一下 整理好后取出擀面杖 先把它擀开 擀成厚度大概在4毫米的样子 像这个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上调好的酱料 再用刮板把酱料涂抹均匀 边缘2厘米处不要涂抹 之后给它撒上面粉 多撒一点面粉 这样做出的饼层次会更多 再像这样在中心点的地方切一刀 切好后 像这样再给它卷起来 我最喜欢这样吃马齿馅了 这样既可以吃到马齿馅的营养 又吃不到它的酸味 最后把风口说严实 然后像这样再把底部给它捏沿 捏沿后像这样再按压一下 之后把它再次擀开 擀成和自家电饼成大小一样的饼就行了 取出电饼铛 先不用开火 刷上食用油 放入做好的饼 再用手给它推一推 推到和自家电饼成大小一样的程度就行了 然后 抹上清水 抹上清水后再撒白芝麻 这样芝麻就可以粘得更牢固了 最后 在上面 再少淋一点食用油 然后合上盖子 用馅饼模式 先烙5分钟左右 5分钟后 烙到像这样 给它翻个面 翻过面后再次合上电饼成盖子 继续烙上4分钟左右 最后烙到像这样 用铲子按压这个饼 它能够迅速反弹 说明这个饼就熟了 自从学会这样做大饼后 我感觉它比蒸包子蒸花卷都要简单 比炸油条要营养 做好的饼外表焦香 里面层次又多 还有满满的酱香 还可以加入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还不错哦 喜欢你也试试吧